《鬼话老记》 和防空洞 变成了他们的聚集之地 我们隔壁村 有一光棍王老满 五十多岁 极其袭毒 年轻时还种些农田 后来就只养些牛羊 以供其吃喝玩乐 因为没有种地 就没有粮食 他还养成个坏毛病 经常去偷个鸡摸个狗的 让村里人甚是讨厌 但这种泼皮 又没有顾虑 更是让村里人没有办法 王老满没有家人的管束 也很少给自己存点钱 忙活一年 把卖牛羊的钱 一大半都是给鸭宝准备的 大家可以想到 这些人的胆子都很大 心中有赌场 万物靠边站 而这些玩鸭宝的人 都是些附近的村民 都不作假不耍赖 更不会让人输得卖房卖牲口的 一个冬天玩下来 赢得多的 也就是挤头牛的事 输了的 也是挤头牛的事 他们这些人 为了安全起见 也总会换地方 还会找专门的人在路口放风 每位参与者 都要拿一些钱 分给这些把风的人 庄家安排人白天去踩点 第一天散火时 就把第二天集合的地点 说给大家 比如哪座山哪条沟 哪棵树下 这样是防止有人泄密 被带到可就不好玩了 那天晚上 外面西北风吹着 王老满随便吃些饭 也没事干 就带着手电 早早地锁门出去了 王老满兜里 常装有一只发黑的铝制酒壶 说是在路上喝点酒 又有胆量又暖和 常常夜间行走 路过坟地也是常有之事 那天 王老满路过一处坟地 看到一座新坟 当他手电 有余光打到坟头时 好像有一个黑影 爬在坟头 猥琐地啃着坟前的供蝙 就像没有胳膊一样 王老满后背一凉 一个猎切 差点摔倒 手电也掉到了地上 王老满来不及捡手电 就喊道 谁呀 你在干什么 是人是鬼 那边没有回话 也没有声音 王老满捡起手电 向坟堆照去 然而 那坟前什么也没有 只是有几个花圈 王老满有点害怕了 又喊道 我就是去东边耍钱路过的 无意冒犯 我这就走 这就走 请别生气 别生气啊 说吧 王老满起身赶紧向前跑去 可总感觉的 这后背发凉 他甚至都没注意到 自己的右脚踝扭伤了 他一口气跑到了 昨晚说好的 要集合的大树下 当时还没有别人过来 他看看四周 黑漆漆的 什么也看不到 就依靠到树上 点燃一支迎斌烟抽了起来 西北风吹过树梢 发出呼呼的笑叫 风中还伴随着 像是人吸气的嘶嘶声 王老满抬手又要吸一口烟时 他猛然发现 这烟燃烧得也太快了吧 两口就给吸完了 难道是自己的酒喝多了 王老满又点燃一支 同样 只吸一口 然后就没了 王老满晃晃脑袋 头部晕眼不花 也没喝多呀 这是就怪了 他看看四周 又点燃一支 这次他抬起手 眼睛一直看着这香烟 这烟和平常一样 没有快速烧完 王老满这才放心了 看来是自己太过紧张 甚至都产生了幻觉 这时 不远处有人来了 没打手电 王老满打亮手电向人影照去 是个老头 头上戴着一顶狗皮棉帽 灰头土脸 好像刚从土里爬出来似的 王老满看着老汉面生 就打招呼问 老汉这么大岁数 还不回家 在这里干什么 老汉过来蹲到树边 也不抬头 叹气说道 别提了 昨天被别人把钱赢完了 差点把裤子输掉 这不是连烟都抽不起了 看到你这有火星 我就过来找根烟抽抽 说完话 老汉也没抬头 他们这些人 每个人每晚最少 也要准备半条烟的 王老满摸了摸一兜 把那多半盒迎宾烟 都递到了老头跟前 老头摇头说 我不要 我没火 我这胳膊不方便 劳驾大兄弟给扶一下 王老满也不在意 一手捏着香烟一手给点燃 王老满拿打火机的手 还没完全收回 就见那老头一口气把烟吸完了 王老满一愣 我说老汉 你这样抽烟对身体更不好啊 慢点吸 我这儿还有 说着王老满又给递上一支 还是一样 一口一支烟 连续把进半盒抽完 老头才说不抽了 满足地说道 以前能抽上三毛四分前的官厅烟都不错了 这次挺好 抽了快一包的迎宾烟 不错 好烟是不嗆人 老汉又嗅了嗅鼻子 问王老满 是不是带着酒 王老满也不吝啬 掏出来给老汉灌进了嘴里 老汉也不客气 一口气喝完了 老汉站起身和王老满说 大兄弟 你倒是大方 好长时间了 没见过你这么爽快的人 这样吧 我帮你迎钱 你每天给我抽一包迎冰烟 喝一壶酒 怎么样 王老满看着面前的老顽童 也随口就说 你老汉还有本事让我赢钱 那你自己怎么不玩呢 老汉说 年龄太大了 不想玩 此时的王老满 只是把老汉的话当玩笑 就说道 行吧 今晚就试试 老汉交代他 就当不认识老汉我 你也不要和我说话 到时你听我声音 我让你压什么 你就压什么 王老满笑着答应了 老汉说完 就坐到了稍远的地方 不一会儿 人们都来了 然后 由庄家的人带路 到了一处就地堡 这地堡只有一个能进人的洞口 爬进去后 里面很大 完全能容纳十几个人玩 四周又有几个小的洞口 也勉强够通风了 王老满看看四周 不见老汉 只是以为老汉混了烟酒就跑了 可到正式开始时 王老满在人群外看到了老汉 老汉没理他 开宝之时 老汉就过来了 低声告诉王老满压什么 果然 王老满那晚赢了个鼓鼓囊囊 身上带着几百块 回家时变成了一千多 实在得意 可等散场后 又找不见那老汉的人影 王老满也只能一瘸一拐回家了 王老满那天特别大方 去村里的小商店买了很多小吃食 见孩子就给分点 看到村里 韩六家的小子 把孩子叫到屋里 让孩子给他点炉子 韩六平日也爱玩鸭宝 只不过他是在村子周边玩点小的 五毛一块的 更是不去外村远处玩 韩六的孩子 平日叫王老满大伯 点燃火炉后 王老满大方地拿出一百块钱 直接给孩子装到了兜里 整个村里 王老满最怕韩六 韩六绑大腰圆 小时候又练过武艺 暴打不平 前些年因偷盗 王老满被韩六做过几回 他也就此改掉了恶习 如今的王老满也不再偷窃 今天给东家除各地 明天给西家放个牛 也倒是饿不着肚子 他不记恨韩六 反而常常帮韩六家干些活 两人关系倒也不错 所以 王老满对韩六的孩子 也是颇为照顾 以后那几天 王老满赢得多输得少 他也慢慢发现 如果他哪天又脚踝又疼了 总会在半路遇到那大帽子老汉 然后就是给他吸一盒迎宾烟 喝一壶酒 直到赌局开场后 又能看到那老汉 那天自然稳赢 但要是去玩时 走路脚踝不疼 老汉不会来要烟抽 也不会出现在赌场 那他王老满就和平时一样 有输有赢 但他每天肯定会给老汉 流出一盒和烟一壶酒 王老满看老头实在厉害 就想玩点大的 就带着老头去参加更大的赌局 那种大场面 最多时候 有上万元在桌面上 连续两天都能赢钱 庄家对王老满极为关注 第三天晚上 庄家带了一位面生的老头 但老头只看不完 王老满那天来时 脚踝又疼 当然 又给那老汉抽烟喝酒 当晚 王老满又是收获满满 当散场前 庄家留下王老满 又是用言语刺激 又是夸王老满厉害 决定明天晚上不叫别人 玩场大的 让王老满多多带钱来 王老满当然不胆怯 欣然同意 第二天晚上 王老满准备带着这些日子 迎来的三万多元 去豪赌一场 他本想把家里的牛羊 都卖了去赌 可被村民拦下 那牛羊就是你的根 你耍钱 村里人不管 但你要断自己的后路 村里人都来阻挠 王老满明白了村民的用心 也是十分感谢 为了安全 王老满好说歹说 叫了韩六护送 王老满瘸着腿 信心满满地上路了 中途休息时 那狗皮帽子老汉 又来抽烟 这次他没过来 而是大老远地 喊王老满过去 他知道这是王老满找的保镖 也很是满意 说是有着大个子在 你带那么多钱也踏实 王老满则交代老汉 今晚老汉你才是关键 今天赢钱了 明天给你买好烟好酒 想要什么随便买 那晚的人群没有旁人 庄家请了周边村里几位常玩的老玩家 让他们做见证 而今晚的地堡也比较干净 像是经过清理的 而且四壁用带有腥味的黑布围了起来 庄家说是今晚玩得大 怕透光 更为奇怪的是 那个宝盒子 也像是被红油漆涂抹过的 但经过王老满和中间人的查验 宝盒子没问题 只是有一股腥味 庄家说了 为了痛快 一局定输赢 不准追责 不准反悔 因为这些日子有老汉的帮忙 想赢就赢 想输就输 王老满更是痛快答应 于是赌局正式开始时 王老满才发现 进来后 一直没看到老汉的身影 也没听到老汉的声音 窦大的汉珠 从王老满额头留下 庄家有的是钱 赔也能赔得起 可王老满不同 如果输了 自己将一贫如洗 老汉等不来了 王老满想撤 可这话说出去了 硬着头皮 也得下注 不作弊的赌博 全靠运气 当宝盒打开时 王老满一口气上不来 晕了过去 赌场上没有人情 众人看胜负已分 便散场 韩六和众人 把王老满拖出洞外 只身背着王老满 翻山过河 回到了家里 开灯后才发现 他俩身上竟是味道很腥的血迹 躺了两天 也下不了床 陆陆续续 王老满把近期的事情 都告诉了韩六 而王老满带着不解和不服 郁闷去世 村领导叫上村里人 帮他处理了后事 虽然光棍 但他牛羊换成的钱 足可以让葬礼风风光光 并且在坟前还立了碑 过了半年 有人得到消息 那帮助王老满的老汉 是那村子附近去世的赌鬼 因为在旧社会时赌博作弊耍诈 被人家当场费了两个胳膊 以后就靠乞讨为生 后来死到村里 村里人出钱给安葬了 那庄家发现了王老满的怪异 请了董事的人 人家看出 王老满身上爬着个东西 这东西在帮他 于是设局 把那个洞里用黑驴皮封起来 洞外还洒了黑狗血 为了万无一失 庄家把那宝盒子 也涂了黑狗血 所以那晚 老汉根本就进不到洞里 还差点让人家给打个魂飞魄散 韩六和村民感叹 那时的万元户都是屈指可数的 王老满 王老满 到死也没有满 有那三万块 做点正经生意多好 可惜可惜 谋得太大 王老满成了王不满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 可没想到后面还有更诡异的事情发生 有一天晚上 韩六从隔壁村完排回来 已经半夜 他路过村里的末房时 听到里面有人说话 韩六怕是有人要偷墨面积 就悄悄爬到窗口向里看去 隐约能看到四个人蹲在地上 像是在商量什么 韩六大声问道 你们是谁 这么晚在这儿干什么 那四个人动也没动 就像没听到他说话 韩六打开手电筒 照了过去 只看到有两个人的头发好长 另一个人大夏天的 还戴一顶狗皮棉帽 韩六再次喊话 这四个人慢慢抬起了头 这四个人 那脸色白得吓人 面无表情地看着韩六 韩六看清了 其中一人 正是去世半年的王老满 韩六声音都没发出来 手一抖 手电掉到了末房里 他转身就向村里跑去 一口气跑回了家 动静太大 惊醒了睡着的媳妇和孩子 他坐在康边大口喘气 全身抖得像筛糠 媳妇吓得起身 问他怎么了 可韩六已经说不出话来 这时 媳妇盯着抗尾睁大了眼睛 阿德一声蒙头大哭 儿子也起来看向抗尾 揉了揉眼 喊道 王大伯 您也来了 韩六媳妇赶紧把儿子 一把拉过来 捂到了被子里 韩六蹭得就从炕上 跳下来了 他看看什么 也没有的抗尾 又听着媳妇的哭声 赶紧说道 老满大哥 以前我是和你动过手 可也是你不对在先啊 后来整个村子 就咱俩关系最好了 要不是那天我把你背回来 你可就是孤魂野鬼了 老满大哥 你可别把我媳妇和孩子给吓坏了呀 韩六的儿子年龄小 还不太明白 正托妈妈的手 爬出被子外 看看四周 又说道 爸爸 王大伯在柜顶上坐着呢 韩六赶紧转退到炕边 然后又是一通好话 接着 韩六打开了房门和外堂屋门 对着柜子说 老满大哥 明天我给你多捎些纸 咱俩关系这么好 你可不能缠上我呀 我要是有个好歹 你看你弟妹和这孩子可咋办啊 你再看看你的坟 是咱村里最好的了 这都是咱村人给你收拾的 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呀 老满大哥 求你了 你快走吧 明天我给你烧纸 你要是回来再祸害咱村人 那可就愧对村民的好意了 我明天给你烧点纸钱 给你烧点烟酒 再给你烧一副好的宝盒子 韩六不停念叨着 好话坏话都说了 这王老满也是不消停 一会儿上了柜子 又一会儿坐到了沙发 被韩六这么一通念叨 也算是听了进去 最后一听到宝盒子 就离开了 韩六儿子告诉韩六 王大伯走了 他还摸了摸我的头 韩六一听这话 赶紧关门上锁 哄着媳妇孩子睡觉了 第二天天刚亮 韩六起床 赶上马车 去了县城 因为只有县城 才有技术很好的纸杂师 大半天的忙碌 韩六带回了纸房子 纸摩托车 还有特别精致的纸宝盒 以及纸骨牌和纸麻将 然后去王老满的坟头烧了 他在去末房拿手电时 看到那末房的地面上 画着类似方格的图形 韩六一看就明白了 那几位昨晚是在赌博呀 不知道王老满是拿着东西消停了 还是离开了村子 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看到过他了 那天 韩六的儿子掉了一大片头发 过了两年才掌权的 韩六的儿子和我大哥是同学 这件事就是他讲给大哥的 他说他那时不懂人死是怎么回事 但他那晚看到的王老满 和生前差不多 没有大白脸 没有吓人的表情 不知道为什么和他爸看到的不一样 难道是不同环境 他们有不同的形态吗 还是他爸手电光线的问题 实在有点想不通 直到今天 他妈妈 仍然不准他们提起王老满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